在一片裸苦声中 美高梅狮王争霸澳门国际邀请赛2011 旗帜男子组代表队上演激烈角逐 按照大赛规定 比赛共分为两天进行 评分标准将从动作难度 形态 配乐 及狮队 仪容等方面做出整体打分 总成绩取两天的平均分 先来看看他们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吧 可以说是10分钟的指定套路 但是每支队伍的表现却各不相同 转身越起眨眼 装下装上的形态展现 乃至采气时的情绪排铺 都能看出参赛者的功力如何 其中主场作战的两支澳门队 均获得热烈的反响 而澳门红威文娱体育会的 女子锣鼓队发扬团队精神 用精彩的锣鼓表演 为男子队加油打气 在第二天的比赛中 各队的表现也格外卖力 特别是排名靠后的泰国队 广东中山队 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最终两支澳门队 广东中山队 泰国队分列第四至第七名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欣赏到 列位三强队伍的精彩表现 娱乐台势力 澳门采访报道